图为印度海军司令,近日,据媒体报道,前段时间印度公然对美军翻脸了,不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原来,印度拒绝美军所谓的零星包围圈,拒绝战略包围中国,而让这一亚洲大国公开反对美国的原因是因为,印度觉得美国在利用他们,印度海军司令也表示,不想再被美国利用。 对此,中国网友纷纷评论道,印度难得的聪明了一回,要知道,中国并不是一个弱小的国家,而且在零星包围圈中,只有印度和中国直接接壤,一旦发生冲突,其他三个国家不可能在实质上支援印度,而是抱着一种叹气的状态,而六十年代的中印冲突,对印度来说,可谓是记忆深刻。 那时候中国一穷二败,有些装备性能上还不如印度,但是都被打得节节败退,更何况现在中国在军备上面全面超越了印度,突围印度海军最先进的加尔各达吉区主舰,近年来中国的军备发展,可以说是突飞猛进,无论是装备质量还是装备数量,都要远远超过印度。 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海军,印度海军水面舰艇,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东西。 目前新门最好的驱逐舰可能就是加尔各达吉了。 加尔各达吉吐槽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,其排水量跟中国的052地形是差不多的,都是7000吨级。 但是加尔各达吉的造价超过了6亿美金,虽然对于印度这样喜欢被载的国家来说算是非常便宜了,但是其造价依旧远远的超过了比其近近的多的052地形区逐渐,因为其主要系统基本上依靠进口。 所以价格非常昂贵,反观我们的052地,所有系统几乎全部国产,从这一点看就不如中国了,与我们的052地形区差距还是蛮大的。 再来看看加尔各达的武器系统,7000吨的舰体,防空武器只有32单元的巴拉克系列防空导弹。 这个无论如何都有点说不过去了,而且射程只有70公里,防空武器的综合性能跟我们的054A差不多。 不用说又是以色列提供的,而且比较坑的是,这是一款专用发射器,没办法通用,机箱控制雷达也是由以色列提供的。 权重只有9对,不是说以色列的东西不好,而是这么小。 其跟同等级的052D雷达是不能比的,作为一款服役时间几乎跟052D相同,排水量也几乎相同的战舰。 其和052D的差距非常大,无论是防空能力,还是发射器性能数量还是板件上面,052D都远远超过了加尔各达级。 这还仅仅是海军,还有陆军跟空军等等,我们也同样超过。 所以,印度不参加对中国的纹堵是十分正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。